想不到黑椒王 竟能生出你这么个奇葩儿子 你和你父亲一点都不像 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他亲生的呀 许阳调侃一波 对方也丝毫不在意 就是这个人生来就是为了平息战争而存在 他讨厌战争 讨厌喧嚣,讨厌凡事这一切 纯粹是为了父亲的命令而活着 用寂灭的思维讲 父亲给了他生命 他没有资格主动葬送着生命 服从是自己唯一报答父亲的方式 所以他来到了这个地方 让一切陷入安睡 这是他能想到的避免战争唯一的方式 我突然不想杀你了伙计 你并不应该成为我的对手 而这里也不是一个适合你的地方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有一个地方适合你永远的停留 那里绝对的静谜 一不留神就能让你冥想七天七夜 同样 那里有属于这个世界最美的风景 你已经为了你父亲承受了太多了 也错过了太多 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了 徐扬说着 趁着这纪业没什么波动的时候 突然一指探出 打出了一道完整的灵魂烙印 进入他的脑海中 当看到那一刻天空的湛蓝时 记忆完全惊呆了 他似乎得到了同徐扬在那一瞬间 所有的体悟和幻想 虽然他没有瞬间开启天眼心境 但至少独属于神之国王都上空的 黑暗天幕渐渐驱散 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降临 这就成功了 你到底给他看了什么 旁边女帝表示 险些心态炸裂 同样是人 为何徐扬就能做到 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徐扬轻笑 将自己开启心眼瞬间的心境 一并传递给女帝和无双 两女神这才明白 这一幕对于像纪业这样的一个人来说 拥有怎样的意义 没有了一切枷锁的束缚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这疾风之巅 就是纪业最后的归宿 也是独属于他的天堂 周围的黑暗完全消失后 面前已经不见了纪业的影子 只有他留在徐扬脑海中的一句话 谢谢你 若我还在 你的世界将不会再有黑暗 徐扬并未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只当是继业 留给自己的一份寄托着美好和感谢的祝福罢了 不多时 神之都王宫内的一切都恢复了原本的颜色 无双也完好无损地重新现身 但很明显 无双看起来并没有达到和女帝那样的实力高度 仅仅是凭徐扬和女帝两人之间的感知判断 这丫头的底蕴似乎没什么进展 离人员极限 似乎还有很大的差距 出于对这个丫头心情的照顾 徐扬和女帝都没有直接开口问什么 走吧 带你回宫 看到徐扬坚定的眼神 无双瞳孔中重新恢复了神采 安然静谧的感觉 便是徐扬带给他的最让他迷恋的感觉 似乎有这个男人在 就算是天塌下来 也不会是末日 法比呢 叫他跪着出来 给长公主磕头赔罪 徐扬来到王宫正殿门口 甜淡的说出了这么一句 顿时便震慑住了各路神之国的王侯将相们 哟 这谁呀 胆子这么大 直接公然挑衅叫嚣摄政王大人 如今的法比已经加冕摄政王 而这压根就跟姬业没有任何关系 纯粹是这老狗借题发挥 打着姬业的名号 让自己趁机夺位 之前是无双判断错了 无双一度以为是姬业操控法比做他的傀儡 继而操控整个神之国王室 现在看来 根本就是这老东西一手策划的 然后将脏水泼在了姬业的身上 你们居然回来了 法比先是一愣 而后开始慌张 不过最后他却又突然稳住了心神 露出了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 从王座上走了下来 诸位 长公主殿下已经被姬业所杀 这是假的公主 而他身边这个叫徐杨的家伙 则是从燕治国来的 法比这个人极具煽动性 他一番话说完 朝堂之上各路王侯大臣们 纷纷心中打起了躁动 一时间谁都不清楚 这尼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说的不错 我的确是燕治国来的 那是因为如今天下局势有变 我们唯一的对手不是燕治国 而是吴敬海 徐杨话一一落 反馈回来的竟然是这些 欲腐不化的老家伙们的嘲笑声 你们竟敢嘲笑神 不等徐杨表态 身边的女帝已经坐不住了 一脚震出 不过刹那间的功夫 整个殿堂如坠炼狱 恐怖的黑色魔猿 肆虐翻腾着 涌向着周围每一个贵族 但并没有伤他们性命 却给了这些家伙 打心眼里强悍的威慑 你们要明白 神是不接受反驳和抗拒的 阿阳用这样的口吻跟你们说话 是不想践踏你们卑微的人格 给了你们一个能与神平等对话的机会 你们这群家伙不要不识实物 法笔包藏祸心人人得而诛之 长公主无伤就是被她设计禁闭的 现在你们长公主亲至 老国王也已经被这个奸相害死 你们难道还要助纣为虐吗 够了 你这个臭女人 找死 法笔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自信 说着说着 居然和女帝硬刚起来 手中的法杖 突然散发出了无比纯粹的神力波动 哦 这力量 徐扬不禁扬起一抹微笑 他似乎在这法笔身上 看到了更多意想不到的秘密和惊喜 或许无双体内的信仰之力 没有达到预期 是因为还有几道工序没有完成 而这其中的关键 应该就和法笔手中那手杖脱不了干些 恐怖的力道瞬间爆发 女帝再次爆发神威 自虚空中幻化出了一对黑色的修罗之意 背后数不清的黑色光与压下 几乎是顷刻之间 便将法笔身外的守护钢器完全崩碎 想不到 你的实力竟然已经接近极限 我果然还是小看了你们 当初就应该将你这家伙 斩杀在皇宫门前 也不至于今天成了我的致命大患 法笔面色无比阴沉 也正因如此 他手中的法杖 从神圣的白金色 变成了愈发深邃的紫金色 水瓶